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荐 强化我们肠胃道排毒的这个鲜鱼 那么它最主要的根份就是 羊吃鲜脂香蕉和这个柑橘 那么羊吃鲜脂呢 它富含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 那么美国营养饮食学会指出呢 我们每一天需要摄取大量的膳食纤维 就能够降低罹患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 并与体重下降有关 所以帮助减肥有助于预防和治疗脂肪肝 那么纤维有助于健康的肠胃道微生物群 这可以降低脂肪肝和肝硬化的风险 还有就是去年最新上市的枸杞花园 那么枸杞花园它能够抑制肝脏发炎 还有三座不同的花园 有这个黑枸杞桂花 还有黑枸杞玫瑰 还有这个黑枸杞柚子 这三座花园都非常滋养我们的肝脏 那么黑枸杞比红枸杞来得更珍贵 生长在海拔很高很高的这个高原上面 所以它的产量很少 也很难生长 也很难采摘 所以它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 也非常难得一个成分 那么黑枸杞有助于预防脂肪肝 还有就是促进健康的肠胃道微生物群的生长 可以调节动脉炎症和肝脏脂肪代谢 那么桂花能够降低食欲 帮助降低体重 那么有助于治疗炎症性疾病 那么以上这几样产品呢 都是通过营养民医学这个科学理念 所研发所设计而成的 那么今天只要我们能够避免使用到 还有避免做一些对我们肝脏带来负担 伤害我们肝脏的事情 那么同时遵循我们的养生之道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 拥有一个健康的肝脏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 养心就要护肝对吗 所以肝脏健康对心脏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维护好我们的心肝宝贝 那么今天呢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 大家对我们的肝脏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知道怎样去维持 还有保护好我们的肝脏健康的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学到的知识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大家都受惠 那么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那么我在这里 祝大家身体健康 幸福美满